她话音刚落 嘴唇已经被人堵住了 男人强势地撬开她的唇齿 汲取着她口中的香蜜 嗯 池恩恩舌尖被允得发麻 拼命地挣扎 丽北爵本来只是想着 要堵住她那一张说谎的小嘴 没想到被她推嗓挣扎得有了反应 差点没有在这里要了她 幸好她控制住了 把小女人挣扎的双手 摁在了头顶两侧 小腹压住她乱踹的腿 一字一顿 逼学系银枪 听说过吧 你再动 信不信我不管你有大姨妈了 挣扎的人瞬间僵住了 丽北爵早知道 她听了她威胁的话 会乖乖地听话 可看到她真的乖乖听话了 胸口又好像压着一股火 无处宣泄 她是洪水猛兽吗 多少女人排着队 想要爬上她的床 她僵在那里一动不动的 是什么意思 她的心情瞬间不好了 站起来一脚拆翻了旁边的椅子 伸手拉起床上的人 起来 跟我走 迟恩恩被她粗鲁地拉起来 亮枪了一下 问她 去哪儿 哪儿那么多问题 跟我走就是了 她一脸的不耐烦 迟恩恩想也不想地 甩开她的手拒绝 我不去 丽北爵顿住脚步 回过头 双膜锁住她的脸 眼底隐隐有怒火在浮动 迟恩恩 我看起来很好说话 迟恩恩铭紧嘴角 丽北爵重新抓住她左手腕 往前拉 你最好闭上嘴巴 老老实实地跟我走 否则 我分分钟让你露宿街头 什么意思 你住的房子 我已经买下来了 现在我是这套房子的主人 懂了吗 你把这里买下来了 迟恩恩震惊 脱口而出 不可能 丽北爵仿佛看透了 她心里在想什么 耻笑一声 高傲冷峻地掐断她的希望 我给了她三倍的价钱 买下这个房子 你说可能不可能 别惦记着你那一张 租房合同了 你都可以为了钱出卖自己 别人当然也可以为了钱 单方面的违约 她卖房子赚的钱 比赔你违约金的钱 多得多了 聪明人都知道该怎么选择 还有 你不是想留在剧组吗 现在那部戏最大的金主是我 迟恩恩 你聪明的话应该讨好我 而不是激怒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工作 住处 迟恩恩仿佛看到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把自己困在了中间 她做这么多 到底想要干什么 就为了报复她五年前不告而别 不至于吧 她五年前不是嫌恶她吗 她不是为了摆脱相亲 才把她留在身边 当挡箭牌的吗 因为她乖 听话 从不管她在外面 有哪一些绯闻对象 也不会因此找她吵闹 乖乖地当一个合格的女朋友 她才会把她留在身边 现在为什么突然纠缠不休 就好像她真的辜负了她一样 难道 丽北绝对她 跟我走 男人大手拽住她 一点都不怜香喜悦地 把她往外面拉 吃恩恩手腕吃痛 瞬间把刚才那一瞬间 荒谬的念头 抛在了脑后 果然是她想多了 丽北绝这种男人 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她 无非是咽不下那口气 想报复而已 她只要忍一忍 让她发泄够了 应该就好了 黑色的卡燕 急迟在马路上 两边的绿化飞快地倒退 池恩坐在真皮沙发上 侧过头看向窗外急迟的风景 尽量地降低了自己的存在感 可是显然的 某人不打算放过她 你在看什么 没看什么 丽北绝强扭过她的头 强迫她看自己 没看什么就看我 我允许你看 吃恩恩醋眉 下一秒 嘴角就被人狠狠地咬了一口 她痛得倒吸了一口气 不准走神 吃恩恩差点没忍住骂她了 但趋于淫危 她只能强压下愤慨 利北绝这种大人物 她绝对是惹不起 惹毛了她 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顺着她 直到她没有兴趣为止 吃恩恩好不容易地说服了自己 顺着她的意思看着她 才看了不到十分钟 刚刚还让她看的男人 啪地合上了文件 大手一捞 把她捞进了怀里 低头封住了她错愕的唇 火热的法式热吻 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差点没把吃恩恩给吻得窒息 就在她回过神来 要挣扎的时候 舌尖目然一痛 啊 男人性感地猴结一动 搂住她腰的手 又是紧了一点 叫得那么大声 想要了 我没有 迟恩恩撑开了她 往后退 谁被突然咬一口都会叫的 何况还是咬的那种地方 利北绝眸色 幽深地盯着她 耻笑一声 伸手把她拉过来靠着自己 重新打开文件夹 慵懒地命令道 你有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现在没有欲望 你想 也得等你的月经过了才行 明明是她抢吻 为什么说出来 好像是她真的想要一样 吃恩恩脸跟火烧起来一样 匪红瑕色 我没有就是没有 已经恢复平常的冷酷慵懒的男人 轻轻地瞥了她一眼 哼了一声 哼 坐坐 不等迟恩恩反驳 她已经把目光重新放回了文件上 车子一路急迟 男人身上的古龙香水味 萦绕鼻尖 迟恩恩不着痕迹地挪了一下屁股 刚挪开一点点距离 就被男人给察觉到了 仿佛责怪她打扰了自己工作一般 瞪了她一眼 然后 把她拉到了自己的大腿上坐着 安静点 我 安静 吃恩恩没有办法 浑身僵硬地坐在男人的大腿上 她不是不想挪动 实在是动不了 丽北绝的手就扣在她的腰上 她一动 她铁定有感觉 到时候 又不知道她会说出什么羞辱她的话来 只是不动 男人皮肤灼热的温度 隔着西裤的布料 源源不断地传过来 烫得她难受极了 每一秒都是煎熬 幸好司机开车的速度快 在她快要受不了的时候 终于停了下来 绝也 到了 下车 丽北绝把文件夹随手丢在车上 拉着迟恩恩下了车 入目的是一栋漂亮的欧式别墅 两层的别墅下面 是一个巨大的游泳池 此刻阳光照耀在池水上 波光灵灵 美不胜收 赤恩恩知道 在别墅的二楼主卧阳台上 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游泳池 甚至还设着豪华吧台 奢侈到了极点 这栋别墅光是地皮就值几个亿 更别说是里面的摆设了 这一步的游泳池水上 是里面的摆设了